《生游记》我觉得它是一个 给配音演员打造的一个舞台 《爱不生游记》 下车 我们也是一个全然未知的状态 现场的小伙伴 可以更近距离地跟老师们 帮获着名场面 对我个人来说 其实也算是一个 和粉丝和听众沟通的 这么一个渠道和桥梁 然后它能让我和听众 包括粉丝之间的互动 变得更直观更有机 其实对我来说 但有的节目会 根据老师的一个反馈和我们 准备各个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 像什么台词表演内容 仪容仪表都得准备好 我觉得各方面 然后到时候希望自己不要紧张 不要妄辞 这就是最好的准备 最完美的准备 桑妍 你怎么在这儿 我房子炸了 找我短座房过渡一下 我经常加班 可能会影响你休息 那你动静小点 但是我们是异性 不太方便 你这些态度还挺有意思的 怎么了 你不会是觉得我还会像以前那样缠着你吧 在你心里我那么长期啊 我没这个意思 冯一凡 你这么介意到底是为什么 我 还是我说烦了 是吗 忘不掉过去的人 是你 我几项神医啊 从来不立FLAG 否则我就多立一个FLAG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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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